大家好 今天是北美时间2024年的6月4号星期二 今天在北美之面啊 我看很多地方呢 都在举行纪念六四的活动 当然我希望啊 六四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那么有关六四的话题呢 网上也比较多 那我在这呢 也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聊一个前两天谈过的一个话题的后续问题啊 就是中共大面积查处电动自行车这个事情 这个从五月底开始啊 全国统一行动 出动的执法人员次数呢 超过了三十万 那么到目前为止啊 查处的电动自行车呢 应该超过了十万人次 这个都是网民估计的 因为是全国行动 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嘛 但是从头几天各地承报的那个战果来估算呢 这么多天了 应该超过十万人次吧 那么这个事情搞的就是怨声载道呀 因为这个是韭菜谋声的工具嘛 你把别人的谋声工具给抢夺了 相当于就是抢夺了别人的饭碗嘛 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呀 这个事件的讨论时间特别长 从五月底到现在啊 这个热度不减 每天网络上呢 有关这个问题的帖子跟讨论啊 特别的多 网民呢 也是积极发表意见 那么有关此事呢 一些网民呢 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高度 说我们中国的台湾省为什么不禁止机车呢 对不对 就是光凭我们伟大的祖国清剿电动车这一项 台湾人民都不愿意回归嘛 这是中国网民在网上说的呀 就拿这个来抨击中共的这个政策 中共为什么统一的收缴这个电瓶车呢 我们前面呀 也做了猜想 就是从资本方面来说 这个是给共享电动自行车呀 同市场 从这个政府的财政方面来说 它是为了促进它公共事业方面的收入 比方说公交车了 地铁了 室内停车场了等等啊 就是公共事业跟交通有关的这一块呢 都由于老百姓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呢 那块没人去消费了 给那块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亏损 所以这个是从公共财政方面来考虑的 那么从现在来看啊 能促成这个事情全国统一行动呢 这个几方面的因素啊 它都有 现在吃相最难看的呢 就是共享电单车呀 实际就是电动自行车 它叫了一个名字叫做共享电单车 那么它这个统一行动呢 又让人们想起在这个防控期间呀 那个全国统一禁止卖这个感冒药跟推烧药一样 让你没药可吃 让你只能去吃那个莲花清瘟 让人们呢又回想起了那一幕 但是把很多人逼得没有办法呀 去抢这个莲花清瘟 当时打的情话呢 是为了你的健康 是为了你的生命 那么现在一样的 来收奖你的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 也是说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另外上有的卖药呀 那是第一次 好多地方呢 那个药还是免费发的 所以呢韭菜可能没有感觉到 那个刀子隔肉的疼 那么这次韭菜呀 确实感觉到了疼了 这是它的谋生工具呀 甚至是有些打工阶层的 一个重要财产呀 你把它给收缴了 你想名分多么的巨大 现在吃相最难看的呢 就是共享电单车 现在在全国好多城市啊 都铺开了 像北京上海太原等等啊 像一些主要的城市呢 都开始大面积的推行 这个电动共享单车 这个让我说 它根本不是什么共享单车 这个现在韭菜也看明白了 这个就是你租赁的电单车嘛 而且租赁费用很贵 除了你的押金之外 每次租赁起价是三块钱 好像是不超过一小时 是多少分钟 我没记清楚 有人算那个账呀 还挺贵的 比方说你去接孩子 你去租一下三块钱 然后你回来再租一下 又是三块钱 这一下就是六块钱 一天如果去两次的话 这就是十二块钱 这还是在这个距离时间 比较短的地方 如果你超出了 它的那个起步距离 跟起步时间 那么那个价钱呀 还要更贵 具体的收费办法呢 我一下给忘了 但是我看网民在那评论 确实是不便宜 所以网民就非常气愤 你们这个吃相太难看了 现在这个资本 已经恶劣到什么程度了 用政府的强制手段 为他们开路 这个绕说 就是武装抢劫 而且抢劫的对象 还是韭菜 这个确实太过分了 武军中外 也找不出这么无耻的政府 当然韭菜也有韭菜的办法 韭菜虽然不敢说 结肝而起吧 但是韭菜暗地里使坏 那你是控制不住吧 那么现在啊 这才几天 传来全国共享单车呢 遭到破坏 而且这个面积特别大 现在问题最严重的 就是太原这个地方 很多共享单车的停车点啊 整个有人用这个小刀呀 把这个座椅全都划成两半了 就是给你搞破坏 有的呢 把那个仪表给你破坏了 有的把车带呢 给你扎烂了 就是破坏的面积还比较大 那么我想这种行为呢 可能不是一个人干的 可能是有一帮被摸收的 电动车的韭菜呀 几个人组织在一起啊 想出这武器 统一行动 所以才会在太原市啊 出现大面积的共享单车损坏的情况 有人说呢 可能是公交车司机干的 因为他们这个出来以后呢 又把公交车司机的饭碗给掐了 我想那个不会的 因为公交车司机啊 毕竟是吃着公家的饭嘛 哪怕发不起工资呢 他还有地方去要呀 但是韭菜不一样呀 比方说 他以前是个做小买卖的 或者是个送外卖的 他就需要电动车为他来慕身呀 你把这个东西收了 就是抢边的饭碗 所以别人做出这种行为啊 我认为一点都不奇怪 我现在想说的是啊 这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 可能就会以太原为一个榜样 你像别的城市有零星的破坏 那起不了大的作用 那么如果都像太原市这样的 去统一给你搞破坏 那么这些共享单车背后的资本呀 那头也是比较大的 另外你这些公司呀 假如说想防范这种东西 你要增加多少人力物力 对不对 所以现在老百姓啊 已经看明白了 你这不是什么共享单车 你这就是租赁电动自行车 就是抢韭菜口袋里头的钱 所以韭菜很生气 从现在来看呢 后果有点严重 如果这个新闻要在全国都铺开的话 后果还是会很严重 那么有关中共清查电动自行车的 这个后续事情呢 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如果有进一步的行动啊 我再来给大家播报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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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